大家好,朝鲜的外相抵达俄罗斯 美国国情布林肯昨天表示 美国本周将与中国就朝鲜一次向俄罗斯派兵问题进行实行讨论 布林肯表示,我们就本周刚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 我认为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们的担忧 我们等待他们在言情上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制止这一行动 布林肯要求中国制止朝鲜出兵俄罗斯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会采取某些措施 华盛顿此前针对朝鲜一次正在接受训练 站在俄罗斯一边参加俄国冲突表示担忧 今天的朝鲜外相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的外长举行会谈 11日朝鲜外相崔善基表示 朝鲜领导人从俄罗斯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就命令支持协助俄罗斯军队 崔善基在俄罗斯外长拉夫卢夫的会谈中说 从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尊敬的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指示我们 要一无反顾始终并大力支持协助俄罗斯军队和人民进行神圣战争 6月18号19号普京访问了朝鲜 莫斯科和平壤递集了关于卫生保健医学教育科学领域合作的政务间协议 另外还计划修建图曼纳亚河国际公路桥协议 以及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只在取代2000年2月9号签署的俄朝友好 慕林友好合作条约 文件将无限期有效 须经批准并将交由批准书之起生效 那美国现在对朝鲜出兵呢非常紧张啊 另外呢美国方面的盟友啊 现在对中国的太子在发生变化 斯洛伐克的领导人 总理罗伯特菲佐 他呢表示啊 斯洛伐克与中国的关系 已经达到了战略伙伴关系随便 他在视频讲话上说 这次访问中国呢 应该让中国与斯洛伐克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我们在极具建设性的会务中 与中国政府说 菲佐表示呢 我们将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高度 他在访问期间呢 讨论了实施大型联合投资项目的问题 菲佐一起访问中国的 还有斯洛伐克大型企业家代表团 将在北京参加中国与斯洛伐克的商务论坛 斯洛伐克方面呢 有意开通啊 布拉迪斯拉法到北京的直飞航班 现在这个欧洲的很多国家 就是关闭了和中国的直航航线 但是斯洛伐克要开通 菲佐指啊 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局势 他认为中国可能会在解决问题上 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欧洲人 可不是像这个欧洲的有一些啊 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的 那么现在呢 欧洲媒体报道 二季度欧洲对华投资打破记录啊 第二季度呢 欧盟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投资 直接达到了36亿欧元 创纪录 十年来最高纪录 美国的研究机构呢 也证实 10月30日要发布的报告中 2022年啊 欧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 平均每季度只有18亿欧元 2019到21年 平均每季度只有12.5欧元 12.5亿欧元 那么 欧盟呢 在今年啊 对中国的经济直接投资 达到了36亿欧元 是十年来最高 这是一个季度啊 三个月投资就超过36亿欧元 那么 德国方面呢 也认为啊 德国呢 和中国之间啊 不会发生贸易战 也不会发生对抗 德国经济学家预计啊 欧盟和中国不会发生对抗 双方都有兴趣迅速解决争端 关税争端 因此不会发生对抗 海关争端呢 对双方来说 绝对是有启发性的 在德国电视一台 节目中表示 德国比其他欧盟国家 更依赖于对华贸易 德国汽车行业 70%的就业岗位 依赖于出口 德国汽车制造商 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五分之一 这个趋势在下降 因为那里的电动汽车 正热潮正带来冲击 从德国汽车的 汽车业的角度来看 欧盟关税带来的好处不大 如果中国的反制措施 减少了他们的销量 可能会带来更多麻烦 由于欧盟和中国 正在进行谈判 人们可以拥抱 一点小小的希望 其冲突可能 通过谈判来解决 德国商报报道 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的 主席穆勒表示 征收反补贴税 是全球自由贸易倒退 也是欧洲的繁荣 就业保护增长的倒退 反补贴关税增加了 发生深远贸易冲突的风险 德国汽车工业 希望通过谈判找到解决 中方对惩罚性关税的反应 中国官方要求中国汽车商 考虑重新在欧洲的投资 优先选择反对 汽车关税的国家 其中包括德国 并减少支持关税 在欧盟国家的投资 支持关税的欧盟国家投资 上海汽车集团目前正在寻找新电动汽车工厂的选址 比亚迪已在匈牙利建厂 匈牙利也是反对特殊关税的国家 比亚迪未来将从总部 从欧洲的总部 从荷兰牵制匈牙利 当被问到德国的中国汽车工厂时 德国政府发言人 周三对柏林表示 在柏林表示 总裁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对企业来德国落户始终感兴趣 德国是个非常好的工业基地 这不应和惩罚性关税混到一起 那么现在所有发生的一切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西方媒体认为 欧洲和中国是打贸易战 会从中国撤资 但是朝鲜一出兵 整个俄问题 就成为欧洲的头等大事 嘴上天天说要跟中国进行贸易战 科医战的欧洲 真实的 身体行动是什么呢 就是扩大了对中国的投资 你像斯特伐克 他这个总理来中国 斯特伐克是主要给德国 还有给欧洲的一些车厂 生产零部件 汽车配件 那么现在欧洲车 已经基本上被淘汰 欧洲的这些汽车工厂 他们已经不是世界最先进的了 而中国汽车在崛起 那么斯特伐克原来给欧洲打工 现在我要给中国打工 给中国人生产汽车零部件 为在欧洲销售的中国汽车 开始做配件 斯特伐克所以看得很清楚 既然德国倒下了 原来制造的是德国汽车零部件 那我现在给中国制造 给比亚迪 给中国的奇瑞 上海汽车 给他们制造零部件 也是一样 只要保证我斯洛伐克利益 就可以 匈牙利更是 我今年去匈牙利 匈牙利也是 吸引中国的企业 可以利用在匈牙利的基地 对整个欧盟市场出口 而且你看到现在 德国正在去工业化 它对中国扩大投资 特别是欧盟 整体对中国扩大投资 说明欧洲的工业正在衰落 因为很多的欧盟 因为欧洲战争 能源包括电力 人口 地缘这种环境的动荡 很多资金 它其实是要选择一个未来 特别是制造业未来 它的一个基地去投资 那么中国实际上 就吸引了更多的德国 欧洲的这些产业资本进入中国 不是华尔街那些快钱 今天来明天走的 不是 人家是十大时玩工业的 我到你中国去投资 因为你有汽车工业 德国没有汽车工业 德国现在工厂都快倒闭了 像大众那些工厂 对吧 都倒闭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去工业化 给德国带来深远的影响 德国没有了低廉的能源 和俄罗斯之间长期的冲突 对抗在现在 朝鲜又出兵 这个战争一旦升级 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千万不要以为 中国对欧洲没有影响 错了 中国对欧洲有深远的影响 而且俄乌战争现在来看 中国无论是在无人机方面 现在禁止的 无人机的出口 对乌克兰的影响 对欧洲战场的影响 还是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出兵以后 对朝鲜 中国也是有话语权的 印度跟朝鲜说不上话 欧洲可以找印度 你可以找莫迪 你觉得莫迪能跟朝鲜 落上磕吗 朝鲜需要印度什么呢 需要阿三跑到那去打工吗 阿三给朝鲜提供什么东西呢 只有中国 朝鲜 他比欧选的 他唯一的对外的通道就是中国这条陆路通道 压绿江大桥 南边三八线给他封的死死的 两个鸟都飞过去 海上一出去 联合国就开始对他的船进行检查 海上更危险 美军在海上等着他船 朝鲜的商船实际上活动很少 他陆地上就靠着中国压绿江 所以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真的能影响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 说上话的就是我 欧洲怎么办呢 你看欧洲表面上给你打贸易战制裁你 在私下里 来 你钱 创十年记录 36亿欧元 大规模投资 三个月 一个月就十多亿欧元进去了 对中国的投资 所以你看中国啊 有的时候表面好像 哎呀 我是兽气包 谁都来欺负我一下 中国媒体不报道 但你看我的频道 我就告诉你 实际上中国 默默的在什么 默默在数钱的 很多地缘政治事 你看最后 这些国家都不说 因为都获得了好处 谁说 对吧 看似好像中国和几大国家 又打贸易战 又这 结果呢 十年了吧 打贸易战 打十年了 中国呢 快追上美国 就你要看 实际上 中国豁没都 获得好处 中国政府有时候 把这个宣传 他不愿意说这些东西 我这无所谓 我告诉大家 欧洲对华投资 未来俄战 只要打到最关键的时刻 只要有球于中国 只要欧洲战场 要对朝鲜 对俄罗斯有影响 就会加大对中国投资 这是一定的 你不掏真金白银 谁跟你说好话呀 对不对 另外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俄战争呢 未来对欧洲的深远影响 还有对美国的影响 不光是美国这些盟友 可能不会配合美国 包括在台湾方向 亚洲方向 配合着美国 点燃亚洲 我觉得现在来看 欧洲 他现在啊 整个的这种 跟中国的特殊关系 特别是朝鲜 出兵以后 很有可能台问题 欧洲已经决定了 我觉得在台问题上 欧洲很有可能 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 因为欧洲无法 摆脱中国 无法和中国切割 一年三个月就36亿欧元 你觉得他会为了台湾和中国翻脸 就双方老死不相往来脱钩吗 对这个投资的规模的扩大 包括斯洛伐克 你包括现在 匈牙利和中国这个扩大合作 你可以看到 欧洲一些国家看得很清楚 他们是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不会支持美国点燃台湾以后 欧洲方向和中国开战 我觉得这一点 日本看得很清楚 我后面的视频给大家讲 现在日本也更狡猾了 更狡猾了 所以俄乌战争 包括朝鲜出兵俄罗斯 中国对欧洲越来越重要 所以你看 现在一切的发展 和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是一样的 地缘政事 你一定要看懂 咱们中国人 就默默在家数钱就可以了 默默的获得对方的投资 扩大我投资就可以了 其他东西 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 你们怎么骂怎么骂 媒体上怎么对中国进行贬损 污蔑 是你们的事 但是只要你们身体诚实 大规模的向我投资 工业产业转移到中国 我们就接受 需要我们在俄问题上 朝鲜问题上 说一些话 特别美国 要找中国 我们该说就说 对吧 那你最后 还是要看你表现 对吧 有些问题 你表现不好 我们也 有些话就不讲了 所以还是要看你表现 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我 实际上你不能和金正恩唠嗑呢 实际上你不能和普京坐下来谈呢 难道怨我吗 所以你看川普就很重要 川普这个人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川普能坐下来和普京谈 能坐下来和金正恩谈 拜登不行 有没有趣 你看马上大选 你看 五号 十一月五号 这个大选 决定美国的未来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 坐好 拿着瓜子 好好看一看 美国是如何陷入地缘政治陷阱的 感谢观看